切下来,一片,上包下后,那一片稍微把它剥开,你就空气了,然后再对称第二片,好之后一样把它剥开,再来第三片,对称,把它剥开,然后再把它剥,切下来,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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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四片就剥开之后,你就会看到,基本上它的外型已经有花瓣了,然后再来呢,从中间到中间,我们就剋第二层的第一片,一样,可以剋深一点,让花瓣的层次感会比较立即,深一点,对对对,比较深, 对对对,比较深,让它稍微可以绽放开,然后接下来呢,收尾的时候呢,我就会尽量利用这个刀尖,把这个玫瑰花的形状,花心,它的花蕊,把它修掉,里面这一层,可能就要把它修掉了,基本上你如果要再对称,对称也可以,那是比较简单,我想说,给,呃, 你懂,它们可以,不同的一个效果,就是,里面的花蕊可以可以,像真实的玫瑰花,它花瓣跟花瓣是会有中间的,用刀尖,好了,手顺着这个刀尖,反方向,再把这个花蕊,这个拔起来,它就可以呈现, 就这样了,就是,玫瑰,只有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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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